淡水民生活动中心 今天淡水公所在这里举办健康讲座系列活动 除了邀请到了卫生所的医师 协助帮忙长辈做口腔筛检 也特地安排药师为长者们进行用药安全讲座 而借由课程来帮助社区长者 活到老 学到老 卫生所的医生仔细帮长者检查口腔 这里是淡水民生里活动中心 后面大排长龙全部都是社区的长辈 今天下午民生里办公室举办健康讲座活动 除了邀请到卫生所来做免费口腔检查之外 更邀请到了专业的药师 来帮长者上一堂用药安全的课程 今天的用药安全 让他们知道说哪些药不要乱吃 那正常的 我们是吃正常的餐是最好 不要人家介绍说 什么这个食品很好 或是这个药 吃的对身体很好 这个都不要 听了之后他们会对用药的概念更了解 而今天区长也特地出席 因为这么好的健康活动 不是只有民生里的老人才有的福利 区长表示公所跟各礼办公室合作 一起举办健康讲座系列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守护长辈的健康 我们还有蛮多礼 包括正德礼 蛮多礼还有一些据点 来办这个健康促进 那民生里这边 里长非常认真 那不只是有这个医药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教学 那还有一些舞蹈的课程 还有一些毛巾操 甚至有卡拉OK 让我们老人家来这边上课 能够增长知识 而且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公所表示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鼓励退休在家的长辈 能够多出来走走 挺挺健康讲座 不但可以学习新知 更可以借由活动交到许多朋友 民生里长还表示 之后也会搭配共餐 希望让他们活到老学到老 落实对社区长辈的关怀 记得全播为淡水采访报道